大家好 歡迎繼續收看 攻占主流股 今天是5月20號 520終於過了 每次在520之前 就會很多人去討論到520的一個行情 到底520會不會有拉抬 會不會有相關的一些所謂的一個選擇 對我來說那是一個虛的一個議題 各位 520對我而言那是一個虛的一個議題 對我而言什麼比較重要 我常跟各位報告 對我而言真正比較重要的是 這間公司到底未來有沒有競爭力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如果一間公司它的營收沒有辦法 有一個爆發性的一個成長 它沒有一個強大性的一個競爭力 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認為這類的一個公司 它即使在橫盤震盪的過程當中 除非你買低檔 除非相對來說你買低檔 不然像那類的公司是不具投資價值的 不然分析師不用存在嘛 各位對不對 不然分析師就不用存在了 為什麼 分析師需要幫您做的就是說 您的股票如果收拾不對的一個個股 要幫您做太弱流強的一個動作 就像我開始上節目到今天 今天星期二 開始回到整個螢光幕來各位 整整兩個禮拜了 那這兩個禮拜的過程當中 其實很多投資朋友給我們的一個 回報給我們的一個所謂的 後面來探討的過程當中 我說大家的問題都差不多 什麼叫大家的問題都差不多 最近很多人在問的都是說 基亞能不能買 基亞能不能買 那最近基亞我只做一次 哪一次 跌破400塊那一次 各位跌破400塊那一次 那為什麼基亞來到這地方 我沒有去太在意它呢 各位 200塊以下的基亞可以買 它曾經最低最低起到174啊 盤旋的過程當中很需要耐性 往上攻的基亞各位 基亞不管是過去在200塊 250塊 300塊 各位那都可以買 為什麼 基亞你把它現在未來有的 PI88該有的一個所謂的權力金 把它全部做攤體之後 EPS是超過100塊錢的 這是可以確立的 然後目前在全世界的 肝癌用藥的過程當中 基亞它也是全世界最前面的 這也是可以確立的 那麼當然 100塊的EPS分成幾年來分攤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看未來公司的一個決定 所以最近的一個部分的話 我說基亞跌破400塊 可以摸一下做做短 什麼時候跌破 5月13號當天最低來到378 可是在最近這段期間 我說如果你要做生計股的話 我們給各位的一檔個股市 那時候股價不到100塊錢 我們跟各位所討論的泰博 我們跟各位所討論的泰博 那在泰博我們昨天也有跟各位報告過說 泰博為什麼 泰博沿路在漲 而為什麼五頂沿路在跌 我們有昨天把他的因果關係 都跟各位報告過 過去因為大家去買所謂的血糖機 去在做血糖測試的過程當中 您去買大牌子買的是通路商的 那以後面來說的話 有所謂的陪伴式的醫療 這我們昨天跟各位報告過了 好 各位 泰博來到這個地方開始做震盪 今天他沒漲 今天他沒漲 可是我們昨天有給各位一個觀念 2330的台積電 現在股價在121塊 泰博現在的股價也在121塊 2330台積電的一個部分的話 他今年要發現金股息大概是發3塊 泰博他要發4.8元 泰博他要發4.8元 就整個產業性來說 你覺得來到這個地方一樣120元 你覺得泰博比較有吸引力 還是台積電對你來說比較有吸引力 我覺得這個你可以比較看看 那為什麼要從這個地方做比較 我要開始回來談大盤 大盤在過去這段期間 我們一直跟各位報告 我說大盤你不要去理他 為什麼不要去理他 很多人會說 寬哥 你有說不對嗎 大盤不要去理他 怎麼可以不理他呢 大盤非常非常的重要 這句話也對 也不對 這句話也對 也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一波的大盤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有跟各位談論過 這一波的大盤你要它漲 漲會漲 各位收斂三角行嗎 你要它漲會跌 量價背離 所以形成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我說很簡單 目前往前去回升有多少的分析師 在這個地方每天跟各位談說 你要放空 您要放空 您要放空 很多嘛 對不對 有非常多的分析師 這個地方是呈現所謂的一個空方的 那麼當然像我們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還是跟各位談論說 這個地方它在震盪的格局的過程當中 它拉回是機會 什麼叫拉回是機會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嘛 最近很多人都一直在問啊 可承會不會拉回 不要說你問 我也希望它拉回 我也希望可承拉回 可承今年預計是賺20塊錢的一個公司 如果股價往下跌 跌到了250塊以下 各位那是機會 那是一個大機會 可是它就是呈現高姿態整理嘛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人所做的如意算盤 都不能夠照一般人所想的一樣那麼好 所以我一直給各位一個這個觀念 什麼樣的一個觀念 各位 心有多寬 致富的道路就有多寬嗎 我不像很多的分析師 現在很多分析師 每天所有的滿坑滿股 所有的股票漲停板都是它的 我跟各位報告 你資金10億你去跟它 你都還不夠買 真的啦 你的資金5億10億你去跟著它 你都不夠買 為什麼 散彈打鳥嘛 每天一直蹦蹦蹦蹦蹦一直打嘛 蹦蹦蹦蹦一直打的過程當中 可以故弄懸虛啊 某某券商什麼地方什麼分部 您有辦法查您自己查 你沒辦法查我幫你查 各位我查一查根本不是那回事啊 上漲之後找資料故弄懸虛而已 所以就整個大結構性來看了一個部分的話 再跟各位談論一次 你說大盤各位 大盤來到這個地方 我再跟各位談論到 大盤來到這個地方不重要 可是各位 很多個股上漲的過程當中 謙如往上漲今天出現震盪 各位會不會再往上攻 會不會再往上攻 為什麼 因為你謙如你目前一看 你看月線各位月線漲第一根而已啊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 謙如它通常月線翻紅之後往上漲 它很少只漲一個月嘛 我們把月線拉長各位 這是謙如的月線嘛 目前來看它漲第一根而已啊 你去看到周線 周線是一根紅 兩根紅 三根紅 四根紅啊 可是謙如來看的話 今年它是有大轉機的啊 就跟那時候我們跟各位談說 在基亞之後再來是什麼 我們跟各位報告的整個泰博 那時候股價在103塊 103塊完之後來到了102塊 102塊來之後來到了104塊 104塊來之後來到沿路一直攻一直攻 攻到114塊 攻到114塊之後再往上攻 為什麼上漲 這我們昨天有跟各位談嘛 它今天沒有漲啊 它今天沒有漲啊 它沒有漲的過程當中 我說我會不會擔心 我一點我都不擔心啊 重點還是在哪邊 重點還是在於好股票 什麼叫好個股 我們再舉一個例 這個是我三個禮拜前寫的run down 我三個禮拜前寫的文章 來攝影大哥麻煩 有反光是不是 好我們這樣好了 導播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好一點嗎 OK好 這個叫翔碩 5269的一個翔碩 那時候的股價橫盤區剛要突破 股價在多少錢 80幾塊 80幾塊 你目前去看翔碩的一個部分的話 它今天已經攻到118塊了 轉眼之間 從這個地方再往上延伸 又延伸了30塊錢上來 又延伸了30塊錢上來 目前來看它有兩個利多 哪兩個利多 第一個 這個我們之前有跟各位談論到的 來 有辦法嗎 USB最近推出的USB3.1的一個 所謂的Type-C 這個狀況的話 跟整個Apple的一個Lighting 兩面插電一樣 那重點在哪邊 重點是在於 現在大家所需要的一個傳輸 是越來越高的 越來越高的一個傳輸之下 目前所有的主機板 所有跟整個所謂的主機板 跟電源 主機板跟硬碟之間的一個插槽 在做改變 所以今天也出了一個新的一個消息 新的一個消息出來談什麼 新的消息出來的過程當中 談說 享受它的整個所謂的一個 SATA Express IP 誰 AMD要把它的專利買下來 這個會很困難嗎各位 你有在跑基本面的絕對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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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困難的點在哪邊 困難的點是在於說 當過去股價在80幾塊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能不能夠真正去做整個所謂的一個 上車卡位的一個動作 這邊謝謝 個股在80塊錢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能不能夠正確的去做一個卡位的一個動作 然後後面各位 你說大盤悶不悶 過去的十幾個交易日以來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嘛 你說大盤有空間嗎 你說大盤有空間嗎 從四月底過來 各位大盤一點空間都沒有 可是我們給各位的 這個叫翔碩 從四月底過來 來到今天都已經520了 它的股價怎麼走 我們給各位的謙如 它股價怎麼走 我們給各位的泰伯 各位股價怎麼走 這叫同中求易 各位什麼叫同中求易 我再舉一個案例 這是之前我們跟各位談的 這個叫轉機一號 那時候股價在12塊3 它做兩個產品 一個叫做觸碰 可是做觸碰這一塊的話 過去被歐飛光打得頭昏眼花 打得不知道要怎麼辦 所以我們說它的轉機在哪邊 轉機在扎實的一個研究 研究在哪裡 它的塑膠射出技術 打進中國手機的一個機殼 這就是我們給各位談的 那時候我還蓋牌 這個叫影帽 那是不是叫影帽 我那個5月13的沒蓋牌的沒帶來 來我們來看背面好了 用背面來給各位分片一下 它就是影帽 4729的影帽 我們跟各位談轉機 5月13的時候它在14塊 我說這個市場上沒有任何訊息的 5月14它創下近期新高 各位今天520 大盤有沒有空間 先跟各位報告 大盤有沒有空間 大盤它空間不大 大盤它的空間不大 可是你再看一次 從翔碩開始 到謙如 到泰伯 到影帽 我要表達的不是說 這個地方掌停板多厲害多厲害多厲害 各位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我們要跟各位表達的是什麼 我們要跟各位表達的是 當整個股價它出現了所謂的一個出手的點 當股價的時候 當它出現所謂出手的點 什麼叫出手的點 例如說像影帽那時候 在整個5月初的時候 它的股價是12塊3 往上供的過程當中 在5月13號 影帽那天的價格在14.05 然後沿路它在慢慢的往上供供供上來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各位去知道的是說 你要去了解你手中的一個個股 你為什麼要去布建它 布建它的一個理由是在哪邊 什麼叫布建它的一個理由是在哪邊 最近我們手中的不少的一個個股 慢慢的陸陸續續的 一檔一檔的漲上來 千如漲上來啦 操縱目前慢慢的也越墊越高 目前慢慢的也越墊越高 可是到這地方我們知道說 有非常多新的投資朋友來到這地方 你們需要的是方向 什麼叫做方向 包括了電子股後面你要怎麼挑 包括了生計股後面你要怎麼選 那生計股來到這地方我要跟各位說啦 很多的投資朋友都跟我們說 寬哥 電子股有沒有稍微便宜一點的 然後生計股有沒有稍微便宜一點的 我仔細的去思考一下 想一想也對 對很多投資朋友來說的話 可能動輒要你去買基亞 沒那麼簡單 可能動輒要你去佈局 過去九十幾塊你都嫌貴了 來到這個地方一百二十幾塊 你一定會說 九十幾塊我都已經嫌貴了 來到這個地方一百二十幾更貴 所以我要請各位去掌握到 未來的一個契機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談的各位 兩檔個股它通通是便宜的個股 而且兩檔個股今天通通在平盤一下 第一個我們昨天有跟各位報告過 去年全球IDC全球手機賣十億支 其中超過了51.3% 是智慧型手機 所以智慧型手機的話 目前全球一年在丟 全世界是丟大概五億支 新出貨大概五億支 其中最高檔的各位 我們抓百分之十 大概有五千萬支 那這五千萬支的一個過程當中 每一支手機它都要擁有 所謂的最棒最先進等等的一個功能 那這些功能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說硬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目前最硬的東西叫什麼 叫鑽石嘛 可是鑽石沒有辦法 鑽石的單價非常非常貴 鑽石的專價非常非常貴 那鑽石它有什麼用途呢 很多人都認為說 鑽石只是一顆非常漂亮的石頭 各位不對 我們就一直跟各位談嘛 鑽石切割 什麼叫鑽石切割 最簡單的 今天不管是晶圓片也好 今天不管是LED的切割也好 它都要需要用到所謂的一個鑽石輪 那過去鑽石輪它怎麼做呢 鑽石輪因為鑽石它很貴 它就是把它奈米分子化之後 去鍍在這個磨輪子上面 然後後面去做磨切割的一個動作 同時也有做削鑽石 不然各位你去想喔 你買的鑽石都有八星八劍對不對 那鑽石師傅削 在那邊削磨的過程當中怎麼削 那鑽石還有一個用處 飛機跑道各位曉得嗎 飛機是不是很重 往下最 對不起 往下降落的過程當中 降落的過程當中 那個前面的跑道 全世界新的 比較高級的跑道 前面是鍍鑽石的 那為什麼 因為鑽石夠硬 金的是壯 可是單價貴 那現在如果說鑽石切割要改 全世界最硬的叫鑽石 那各位 硬度第二高叫藍寶石 硬度第二高叫藍寶石 先跟各位談喔 這個都在盤下 這個都在盤下 昨天我們有跟各位談這個 時間還沒談完 我就要再談第二檔 我說再來的新家族我要切入 我要切入這個 去年他全年的獲利是1塊2毛9 已經賺錢喔 可是各位 今年單單第一季的部分的話 他第一季的一個獲利就0.45 那我們要去抓到一個重點 第一季叫淡季 他賺0.45 那麼如果第二季也是0.45 第三季也是0.45 第四季也是0.45的話 他從1.29來到了整個1.8 他有機會去成長35%左右 單單在營收跟獲利的一個部分 目前日線 週線 月線 全部都做黃金交叉 現金配息的部分各位 有1.5元 那當然 這個是目前是董事會推出來的 還要經過股東會的一個認證的一個通過 重點是4月份的一個營收 是成長了37% 重點在哪裡 各位股價二字頭 不是120幾 不是220幾 不是320幾 股價20幾 買得起買得到 我知道你的痛苦 我們知道很多的投資朋友來到這個地方 心中有什麼樣的一個難過 你的痛苦我都知道 為什麼 過去在兩年的過程當中 我都一家券商一家券商的跑 一個地方一個地方的跑 我們深深的知道 投資朋友來到這個地方 您需要的是什麼 很多人很渴望漲停板 我說對 可能很多人真的非常渴望的一個漲停板 很多人也每天在那邊今天買進 然後最好是今天買進之後 能夠公到漲停 但是各位 那都是理想的一個狀況 真正最好的一個狀況 我們要再跟各位談一次 買GEO 買成長 買未來 什麼叫買GEO 什麼叫買成長 什麼叫買未來 今天謙如在平盤以下 可是各位 你去看他過去的線型 你去看他過去的線型 今天的泰伯在平盤左右 你去看他過去他怎麼走的 各位你去看他過去怎麼走的 5269得一個翔碩 今天公道的漲停板來到118 各位去思考一下 當初股價在80幾塊的時候 這個是全國發行的 這個是全國發行的 資料你們都可以看 同樣的道理 4729得一個引茂 這段時間各位他怎麼走 我們跟各位談論到的時候 12塊3 所以我們不要等到端午節好不好 我們說今天勝利三八 勝利三八 吃粽子最近很多小朋友都在大考 為什麼12年級的學弟妹要幫他們吃粽子 因為希望他們包粽 希望他們包粽 今天我不敢跟各位保證說 來這邊包粽 主管機關說不可以 我們再跟各位談一次 我們萬保在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我們擁有市場上最多的研究員 我們擁有市場上最好的一個口碑 我們所做的任何的一個動作 都要符合主管機關所要求的規定 所以我們不會把會員分組 分成一組兩組三組四組五組之後 來散彈打鳥 沿路一直打一次飛 這個說我們辦不到 端午勝利三八 個股的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已經跟各位談論過了 有任何的需要來到這個地方 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過去什麼樣的一個因素 讓你手中去抱了一大堆不會動的個股 而你手中這些個股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 你了解它的基本面嗎 你知道它未來有轉機嗎 還是說你不知道在有轉機的情況之下 你要跟它繼續死報活報下去 還是一句老話 各位 太弱留強 拉回是你的好機會 你可能很想做可成 你可能很想做聯發科 可能很多投資朋友來到這地方想說 那積亞至勤後面該怎麼處理 很多人一定在看 哎唷 太薄 好 我就知道來到這裡不會去 可是各位 後續的一個狀況會怎麼走 您放心 我們不會去做一天兩天的一個個股 我們要的一定是波段 好不好 勝利三八 端午節喔 端午節 端午節 好好的 讓自己去想一想 各位 你不要衝衝忙忙的打電話進來 你衝衝忙忙的打電話進來 其實那種衝動型的 彼此沒有幫助 你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誰擁有最多的資源 誰擁有最多的一個資訊 誰能夠給予各位 最大最大的一個幫助 而且再跟各位報告一次 所做的個股一定要做波段 勝利三八 我們先休息一下進廣告 大家回到節目現場 variety 可豐不斷 都不斷 嗯 電視 一 разб Diam 文石雅院 研究基本面超过15年的万宝宽哥 带领着万宝致富团队 用心 尊心 细心 将第一手讯息 第一手财报 第一时间呈现给家族朋友 万宝宽哥 全新的选股大拨端操作 值得信赖 查询对话 0266181588 21年万宝投顾是最专业的投顾 由朱成志董事长领军 郭卫明分析师 加入万宝请来电 0266181588 0266181588 头痛 请用五分钟 欢迎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来 这段我们来看一下芊茹 之前芊茹股价从13块 然后14块 往上攻的过程当中 那时候在5月7号 在我上节目的一个第二天 第一天还是第二天 然后后面芊茹来到了16块6毛5 16块6毛5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说请你去抓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在哪边 芊茹这家公司 我们跟各位谈论过 我们说我们的研究员去过完之后 后面我也跟着去过一次 结构在哪里 它的业绩是沿路的成长 各位可以发现 它的业绩是沿路的成长 今年第一季所赚的钱是去年 全年的各位14倍 所以这个叫大爆发嘛 那大爆发之后各位股价怎么走 股价这个部分的话就沿路往上攻 沿路部分的话就往上攻 攻的幅度 沿路就这样五根上来 那我们说来到这个地方 各位您放心 千茹我拉回才会去找买点 然后这个地方 我不会再请各位去买千茹 可是我们说来到这个地方 当大盘在震荡的过程当中 这个是第一档个股 今年的整个第二季跟第三季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新家族 我们要带各位切入 这刚基本面都跟各位谈论过了 端午胜利 三八 三八专案 有任何的一个需要 可以跟我们的线上助理做联络 但是各位好好的去思考之后 去想一想 要不要做太弱流强 要不要帮自己 布建一个财富翻转的一个机会 如果有需要 可以跟我们的线上助理做联络 我们节目先到这边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本节目资料仲参考 21年万宝投顾是最专业的投顾 由朱成志董事长领军 郭卫明分析师加入万宝请来电 026618 1588 026618 1588 研究基本面超过15年的万宝宽哥 带领着万宝致富团队 用心 尊心 细心 将第一手讯息 第一手财报 第一时间呈现给家族朋友 万宝宽哥 全新的选顾大扩断操作 值得性外 查询对话 026618 1588 21年万宝投顾是最专业的投顾 由朱成志董事长领军 郭卫明分析师 加入万宝请来电 026618 1588 026618 1588 记者行政中心 最畅销景观宅 万平树海 千平校园 48平 60平 8691 5777 康